各位觀眾 我們現在仍然是在以色列 和加薩走廊邊境的城市 現在是以色列的凌晨時間 不過在今天晚上 以色列對於加薩走廊的空襲轟炸 並沒有停止 事實上還有一連串 好幾起的這個爆炸聲響 就發生在加薩走廊 我們入夜之後 這個火光看得是更為明顯 我們現在就來看看 更早之前 以色列對於加薩走廊的空襲狀況 好 透過剛剛的畫面 我們可以看到 以色列對於加薩走廊的空襲行動 其實是持續在進行的 而且在入夜之後 這火光看得是更加明顯 而今天晚上有一個比較新的進展 就是哈馬斯釋放了 兩名以色列籍的人質 而這兩位以色列人質 是年紀比較大的女性 他們被哈馬斯釋放之後 就被送到了埃及的拉法關口 先進到埃及 然後再回到以色列 但現在也傳出了一個 讓人遺憾的消息 就是哈馬斯流亡前領袖 瑪莎勒在接受媒體採訪的時候 證實了有22名的人質 就是因為以色列的空襲轟炸不幸喪命 這是讓人非常難過的一件事 不過根據當地人對我們的表示 今天晚上的空襲行動次數 是比昨天更少的 主要原因是現在有傳出來了 美國和卡達政府正在和哈馬斯進行協商 要求他們一次能夠釋放出50名的人質 其實50名的人質是非常多的 而現在這個協商過程還在進行 到底會不會放人質都還無法證實 而是不是真的有這樣的事情 其實我們也還在查證當中 不過根據以色列IDF釋放出來的最新數字 在哈馬斯手上現在還有222名的人質 而現在他們就是似乎是想要透過 人質的安全來做威脅 希望整個以色列的地面部隊 不會這麼快的進入 但是對於以色列政府來說 壓力是越來越大 但其實美國在協商的過程裡面 美國總統拜登也不斷地 要求以色列政府的地面部隊 能夠持續的延後進入 這個加薩走廊就是要確保人質的安全 並且能夠順利營救他們 祝然不管是透過協商 或是透過特種部隊的營救 而現在傳出來的這一個協商釋放人質 50名到底有沒有這一回事呢 三例新聞將在以色列 持續為您掌握 以上就是最新情形的主播 哈馬斯士兵一手持槍 一手拉著人質決定釋放 兩名以色列年長婦人 沒關係 我們走吧 在紅職字會協助下 老奶奶從吉普車上緩緩走下來 醫務人員趕緊向前參扶 將她送上救護車 結束了近三週的孵母折磨 哈馬斯旗下的卡薩母旅 在社群平台發布聲明 指出基於人道和健康狀況不佳 決定先釋放這兩位老奶奶 另外222名人質中 只有22人已不幸 在以色列空襲中喪命 以色列不斷加大空襲力道 襲擊超過320個軍事目標 宣稱是為了下一階段的地面戰 然哈馬斯深知 人質是他們手上 叫價的最大籌碼 為了平安救出人質 據傳卡達克美國正與哈馬斯進行協商 打算延緩以色列地面戰進攻 爭取人質談判一次釋放50人 讓遭俘虜的平民得以平安回家 在新聞黃泉報導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走 給你 我 熊